这里我预备了一个胶袋 这个调味料里面是有蚝油 全部放在这里 为什么要用一个胶袋呢 因为我们一会将它调味时 可以隔着胶袋按摩它 然后让它容易入味 甚至乎放在冰箱里 都可以不阻定 还有生抽 还有少许小庆酒 糖会略微多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虾酱会比较咸 通常我自己的食谱里面 虾酱多少呢 糖就多少 如果你说一汤匙虾酱 就一汤匙糖 因为我们还有蚝油和生抽 都是咸的 这里有少许蛋液 大概都是一个汤匙左右 然后呢 它料里面有一只红辣椒 这只红辣椒 就起到少少辣的作用了 但是很有趣的 如果你用虾酱来腌肉 你不加少少辣呢 它真的好像发挥不到它的作用 这样呢 我们已经是感觉到这些鸡 已经是硬了身 硬了身 我们才要翻炒它 然后呢 就开大小小的油锅 来炸它 看得到它本身 已经是金黄色了 还有是硬了身了 那么我现在呢 已经将火候呢 是开到最猛火 再炸一炸它 如果你吃这个 油炸东西的时候 连买这些青瓜一起吃呢 是很清爽的 排好半碟 我们就可以将这个 虾酱鸡球呢 是放在中间 好了 这个虾酱鸡球 已经为你示范完毕了 黄色猛褛球 就变了 这种同性 就变成了 我就是 你 嗯 你看